山西的市长书记 现在都上了真人秀 但是这是他们省长批的项目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内地官媒 把一个电视节目解读为是什么 就是说山西现在的当局 它是为了从一个什么里走出来 从这几年 山西的官场叫做 坍塌式的落马 经济叫做断崖式的下跌 要从这个里面走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断崖式下跌吗 引打 没错 我觉得对 从这个事情里边 你能观察到中国现在的很多大局面 比如一个是反腐 你看山西官场这几年 就是坍塌 窝岸动不动 再有一个产能过剩 这就是人们说的 叫去产能 我原来不太懂 什么叫去产能 马上表现在山西 你过去靠煤炭 什么钢铁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要去产能 去产能你怎么办呢 山西现在突然一发现 我们除了煤还有什么呢 山明水秀 风景 对啊 人说山西好风光 发现他要打旅游牌 于是哎 这副省长说了 山西电视台 要搞节目 怎么搞呢 市长书记上台 上台就说是秀啊 哎 这个时候呢 电视台最担心的就是 什么呢 就说他们一上真人秀 会不会把真人秀 变成政府工作报告呢 就很担心 对 哎 最后居然发现呢 不是 要不说今天的官员 他看了这些个东西啊 他也在改变 还拼了命的 想让自己显得更亲民一些啊 或者什么的 他们那个秀有比拼的吗 有 有 有比拼 投票 网上投票 现场评审 给他 给他打分 对 你现在当官 那那些人投完票 没事吧 因为太多人了 认不出不来 而且大家都说 这个节目要开之前 大家都在讨论说 会不会有压力 比如说 是不是哪一个省 哪一个市场没讲好啊 待会那个 或者是说要不要给分 要做假 我怎么说不用 因为呢 太多人在监视这个节目了 没有人可以使得上 最后就是群众来 做一个投票 就说 十还是十一个 是 要不就是 都是一把手 或者二把手 来 你可以看看 看看咱们的官员 先生们 大家好 羊泉古名 羊泉 羊是水喷涌的意思 近代这里设置火车站 羊泉就更名为羊泉 羊泉坐落在山西的东部 太行山的中路 太原和石家庄之间 是我们山西的东大门 就在这个唱歌的时候 我一看微博 有网友给我发上来 说你还在拍人的罗浮宫啊 美国枪击死了多少人 所以这个就对我这个环境 跟这个处境啊 就是一个反差 因为 因为在法国 其实到处都是警察 已经很紧张了 美国 事先有警告 说欧洲 尤其是欧洲被开幕 这个是最危险的 结果呢 事情却发生在美国 所以一下子觉得 这个世界真是乱乱造造 我刚第一条消息 是说打死20人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 都没太当回事 我是随着这个 一步一步往下进行了 我才意识到 这是个严重的一个事情 打死50人 我看到的最新新闻 说又修改一下 说打死49人 因为我们把这个 凶手本人也算进去了 而且当然对这个细节 咱们都得核实啊 我看到那么多报道 我仅看到其中一个报道员 说呀 这个开头警方在跟他们发生 跟这个凶手发生枪战 说因为警方和他的枪战 导致了更多人员的这个死伤 当然这个咱们不能随便说 这是 不过现在是有很 我这两天看到的评论跟报道 当然也在调查 警方是不是有处事失道 因为本来警方后来在跟他谈判 你知道吧 而且跟这个 中间隔了三个小时 就有三个小时 跟他谈判 然后谈判的时候说 他还表现得非常冷静 理性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疯狂 请注意 然后那么后来呢 就警方决定动手的时候 是用了装甲车 然后用了比较强大的火力 那么这个过程 有没有导致更多人的被榴弹 或者怎么样 这也真的还不知道 是 就是说当时说 曾经有一个瞬间 他在一个房间里 控制着七八个人质 然后另一个房间里 有什么十几个人质 你看这些消息 都是碎片式的组合成 我们的这个图像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就是 这丝一下 名阳全球 是吧 这家伙出境率最高的 就这丝了 打扮的这款 有点像伊德利小流氓 是吗 就这个视频里表现出 就这位被停职的警察 对于这个群众 其实就是俩姐妹 是吧 对于假姐妹 这个口硬 能硬到什么程度 甚至让我产生了像是 夫妻吵架的幻觉 因为这俩女孩 现在人民群众手中有了武器 有了力气 有了手机 她在拍 好像这事说 还又多了几段 类似的视频出来了 同一个事件吗 不不不 别的地方 也是针对这种警察执法 最近又传出了几个视频 不过我觉得 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教训 就警察以后 要拿人问手机看 手机在哪里 先交出手机 对 我想到的就是 我想到的就是这样 假如警察抓我的时候 我敢不敢拿手机 我一拿出来 他会不会一个琴拿 啪七就把我手机抢了 然后赶快删 我跟你讲 我亲眼目睹过 我前面是在路上 在北京 然后看到我们 那个小区 就我们公司附近小区 然后有人被带走 然后就大伙在那边瞧 我们瞧热闹 群众看 旁边看 然后有人在认识 那个被带走人 出来说两句这么做 然后警察就说 你说什么 你再说 我依法连你都抓 然后 我当时呢 就忍不住 我多人去追 你依什么法连他都抓 你还吵 我连你也抓 就是旁边有人拍嘛 拍什么拍 都抓 感觉像比较粗犷的足球裁判 给黄牌 给黄牌 你抗议 再给黄牌 但是我真是不知道一个问题 这里边关联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警察抓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权利 拿手机拍 我说的意思 你比如说这姐妹俩 可能是基本良民 对吧 你这个他就要当成一个法规的话 他涉及到 比如说 要是犯罪 犯罪嫌疑人 要是暴力犯罪嫌疑人 他在被跟警察枪战的时候 他自己有权拍吗 我最近看到矛盾的说法 你知道吗 我看到矛盾的说法 我看到有公安公有的地方的公安局公布的一些的管理办法是说他们不能但是你倒是管理办法或者一个政策但是有律师就说出来其实是法律上是赋予大家这个权利的 俄罗斯足球流氓是有备而来 这是个有组织的行动 就是说这次他们就是为了证明英格兰足球流氓你们就是小屁孩 然后其中你看穿着同一的那种衣服 而且是俄罗斯多个这种足球球迷或者说足球流氓组织 他们对暴力活动很有经验 多人都是具有拳击和多种武术的训练基础 然后你看他们的照片 你看他们的照片 这是杀向欧洲 俄罗斯球迷有备而来 英格兰球迷完全没闹清楚对方的情况 你知道吗 开始还跟所以完全打蒙圈了 就被吹成这样 打蒙圈了 你再往下看 打的都出了生命危险了 就是英国球迷啊 然后你再看 就是说这是什么呢 现场比赛就那场英格兰对俄罗斯的比赛 开头啊都不知道他们放了一个火箭的 那个烟花呀 透一下子放出来 这是本来是0比1落后嘛 是俄罗斯嘛 然后就在临终场前 突然在俄罗斯球迷的这个看台上 发生了一声爆炸 咣一声 大家以为是恐怖袭击 实际上是一个烟花爆炸 全场惊恶了短暂几秒 据说就在这几秒之内 俄罗斯进球了 进球之后 这下英国球迷终于忍不住了 翻越过去要去打俄罗斯球迷 结果是他们纷纷在套窜 他们碰到了真正的高手 战斗民族 没想到打的逃了 最后这英格兰 有的英格兰球迷都举起双手 说我不要打架 我不要打架 战斗民族哪儿容得起你 不要打架 有几段视频传出来 今天送信找这段 我还是我前几天没看过 这一段可以再看一下 讲谎话就好了 在台湾我们养你七十年年 一个多谢谢都没有 我们的黄金统统绽得到台湾 黄金 拉大便啊 你们的黄金连自己吃饭都不够 这种道理全部都台湾人在养你们 不再来啊 你现在 没有啦 赖在美国去了啦 对了 我有再出来 没有再来 而且还骗中国人说再来台湾 国家博物店全部都假的东西 还当成宝 还在卖票 你说这个当时台湾为什么没有这个人呢 看见这至少是欺负老年人呢 怎么没人在旁边抽他 不是抽他呢 就是说 出来 对呀 组织正义啊 其实他有几段影片 例如说他有曾经在那个老荣民的家人旁边 怒骂老荣民 那他家人把他带走 有时候你不觉得你在路上碰到一个疯狗的时候呢 你会绕 绕路而行 也就不跟他正面冲突 何必跟他计较 因为他不是讲道理的人 而且那么短一瞬间你会蒙住 你会蒙住的 什么情况 什么来头 原来是台湾民政府 更何况他还似称自己什么公民记者 我就是最气这一点 拿记者招摇撞骗什么东西